第八十五集 娘 我不活了 杨百合在外面不敢张嘴 但是回家了就不顾什么了 直接扎进杨安氏的怀里大哭了起来 百合呀 这是咋了 呆愣的杨安氏到底还是被闺女的哭喊声给喊醒了 一看杨百合的采样 也顾不得自己不舒服了 起码伸手搂固了闺女 哎呀 别哭啊 有啥事跟娘说 娘 杨百合正在抬起头 张嘴露出了那半颗门牙 杨安氏顿时倒吸口凉气 哎呀 这是怎么弄的呀 心里顿时凉了一半 我这富贵命的闺女呀 这要是半颗门牙 那还能嫁入闺门吗 杨百合想到那个男人的冷裤模样 呼吸顿时一致 可是又实在舍不得将心里的幻想给去掉 最后只能祸水东吟 娘 都快养大妮儿 心里也就自动地认定了 就是被杨大妮儿害的 哈 杨安氏顿时愣了一下 尊力来了个贵公子 本来是跟我说话的 但是杨大妮儿却不要脸的插进来 杨百合哭得这叫一个伤心呢 杨安氏顿时也跟着哭 边哭边骂杨如新 杨安氏顿时顿时收了声 想起之前那寒光闪闪的菜刀 头皮一阵地发麻 随即善善地撤了一下嘴角 那百合呀 邓娘先行过来 再给你讨公道 阿娘 你就消停吧 杨佩里一听杨安氏又要出头 顿时感觉脑门秃秃地疼 你真要被她砍了才高兴吗 能将自己媳妇和二儿媳妇吓成那样 看来大妮儿是真的疯了 真的要下死手了 说实话 她也怕死呀 杨安氏愣了一下 可是百合 杨裴里也不说话了 看着小闺女的样子 也是心疼 但是却也只能感叹家门不幸 因为她发现 自己已经掌控不了大房的人了 杨百合愣了一下 她以为她娘会像以前一样 立马蹦起来 去找杨大妮儿算账呢 但是却没想到 爹娘竟然都不同意 对时站着了身子 爹 娘 你们不疼我了 然后一头扎进了自己房间 去哭去了 杨安氏叹了口气 她这才发现 自己好像真的老了 因为杨安氏的胆怯 杨家老宅 算是暂时 安静了下来 而王大夫来大埔东村 为徐慧复诊的消息 也在村里传开了 大家都好奇 徐慧到底能不能醒过来 甚至有人借口去了李毅家 打听消息 王大夫对此也是觉得很无奈 靠在刚才来家的路上 李毅就将这些天发生的事 详细地跟她说了一遍 她听得也是气愤不已 从来没想过 李家人竟然能狠心到这个程度 所以面对过来打听事的邻居 她说得很严重 大女儿娘是伤了脑子 很多年前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例子 那时候我父亲叫那人 为活死人 可惜那人躺了三年 还是没了 却将家里都拖垮了呢 但是话又说回来 只要还有一口气 就有醒来的希望不是 如今呀 一两银子一副的药吃着 说不定就能醒来呢 打听事的人听了 吃扎舌 一副药一两银子 而且这次的药 还是一天一副 那一个月就是三十两 乖乖 那不就是个钱窟窿吗 好在大女儿那孩子运气好 得了黑熊分了些银子 只是这个月撑下 恐怕也没剩多少了 李懿 叹口气 摇了摇头 要是再不行 恐怕 顿了一下 咱们都是相里相亲的 看着那孩子长大 可是 就算愿意帮 就能帮多少啊 所以 那孩子 还是可怜呢 打听消息的人都纷纷点头 又开始同情 养入新一家了 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这样 总是喜欢跟别人比较 当以前的小可怜 忽然比他们强了的时候 那自然就会觉得 不平 不甘 但是 一旦人家 还是以前的小可怜 那顿时就会有 怜悯的情绪了 于是 原本还有些 眼热的某些人 也就没了想法了 王大夫 微微地叹息着点头 嗯 唉 是啊 大家相里相亲的 虽然能力有限 但是也是能帮一点 试一点吧 那孩子也是个智孝的 如果换个人 说不定 早就不管他娘了 来的人不过都是 爱打定事的 听说帮忙 哪里愿意 起码找了个借口就走了 自然是出去传播 听到的消息去了 姚儿欣自然不知道 村民们对他们的关注 在家里开心地 带着弟妹们搭兔子窝 热着闹闹地吃了晚饭 然后就去了隔壁 他决定了 除了跟着顾炎练舞 也要开始跟着顾清衡 学习了 之前说了好几次 要跟顾清衡学习的 结果都没试试 于是在周小兄妹过来的当天 从山上下来之后 他就准备开始第一课了 顾清衡自然高兴 也就稍微询问了一下 周小兄妹的情况 然后就拿出了 早就准备好的启蒙书 三字经来 咱们就先从这个开始 姚儿欣的嘴角抽了一下 吃东西 我三岁的时候就会背了 不过此时当然不能说了 我还要学会藏着呢 随即就很认真地 冲着顾清衡 鞠了一躬 谢谢老师 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你喊我 老师 顾清衡 微微挑眉 他可不想当他的 什么老师 对呀 难道 要喊夫子 或者 先生吗 杨儿欣皱眉 难道这个时代 没有老师这个称呼吗 老师就很好 不过不需要喊的 顾清衡摇摇头 老师那是很高的尊称 一旦喊了老师 那就跟一家人没区别了 尤其在朝堂上 师门其实就是一个 拉帮结派的最好的幌子呢 为什么不喊 你叫我读书 可不就是我的老师吗 杨儿欣嘿嘿一笑 而且 不是都说 于日为师 终生为父吗 放心吧 我以后就当爹一样 笑声你 顾清衡成功地 被自己的口水 给呛着了 那句话 是这么解释的吗 旁边的顾言 更是不厚道地笑了 这杨如新的脑子 确定没问题吗 唉 我真是同情大哥呀 这看上去 这媳妇似乎有些 二啊 杨如新也知道 自己一时之间 口不择言了 不过 她向来脸皮厚 也没觉得尴尬 反而很理直气壮地 继续掰扯 我就是打个比方 你也不用那么激动啊 说着还好心地起身 为顾清衡拍了拍后背 我有那么老吗 我才比你大四岁而已啊 顾清衡其实是有点挫败的 看来 真的要尽快好起来才行 否则 有个小子 竟然住进了她的家里 我真的觉得 有些危机感呢 如果杨如新知道 她的心理活动 估计都能笑死 周小 一个七岁的小破孩 跟她扒杆子打不着 她又没有练铜屁 你哪里老了 谁敢助你老 我跟谁急 杨如新急冒摆手 然后露出一个 狗腿的笑容 其实 我那就表示尊重的意思 跟年龄没关系 再说了 当老师 也不一定就老啊 好圣人不都说了吗 三人行 必有我师 你还知道圣人啊 顾清衡笑了一下 是观青书教你的 其实 他自己都没发觉 他语气里有些酸 他哪里会教我呀 我是听杨如松念叨过 杨如新虽然没注意到 对方的酸意 但是 却不想跟观青书 扯上关系 反正家里 还有个读书人呢 总能糊弄过去 果然 顾清衡不再说什么 心情莫名的 也就愉悦了起来 还有啊 顾清衡 虽然我以前 那个啥 观青书 但是现在 我跟他一文钱 关系都没有了 你以后 能不在我面前提起他吗 杨如新郁闷地 翻了个白眼 顾清衡 微微地皱眉 难道 你还 想着他 哎呀 我是听到他 就觉得刻印得慌 影响心情 杨如新吹了一下 额头的刘海 谁还没个年少轻狂啊 错了能改 就是好 好姑娘呀 差点说成同志了 这个时代 可没这个词 到时候 又会引起怀疑了 顾清衡的嘴角 勾了起来 以前吧 我是觉得 他长得好 会读书 有些盲目崇拜而已 现在 却发现 他没你好看 也没你读书厉害 杨如新说着 两眼惺惺地 看着顾清衡 我现在呀 改为崇拜你了 行吗 顾清衡的俊脸 嗖的就红了 这丫头离我 这么近干嘛 我都能闻到 他的吐气如蓝 我的心里好像 被羽毛拂过了似的 顾言在旁边无脸 我去 这杨如新 竟然当我面 调戏大哥呀 我要不要管啊 要不要管啊 顾清衡 你竟然脸红了 杨如新忽然 笑得开心了起来 不过 你这个样子 更漂亮了呢 你 顾清衡 一些无奈的 抬手摸了一下脸 的确是挺热的 你知道吗 你这个样子 会让人很有种 想要蹂躏的感觉呢 杨如新搓搓手 一副坏阿姨的模样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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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言受不了了 忍不住咳嗽了两声 大哥腿不好 你最好小心点 然后 喘身走了 她觉得自己再待下去 会被羞死的 更何况 看这个女人的架势 那好像立马 就将大哥扑倒似的 她实在不知道 到时候 自己要不要阻止 所以不如眼不见 也不纠结了 杨儿心顿时尴尬地笑了两声 那个 顾岩 好像误会了 要不是他自制力太强了 知道顾岩还在身边 他真的很想 此时不由地懊恼 我的自制力干嘛要这么强 其实是可以弱点 或者干脆不要也行 到时候 直接就说 我是被他蛊惑了 勾引了 但是现在 理智彻底回炉了 想吃豆腐 都不好意思伸手了 真的是误会吗 顾岩航却微微地挑眉 看向了杨儿心 哦 那个 杨儿心扭捏了一下 刚才 的确是被你这绝代风华 迷惑住了 差点 就将你糟蹋了 不过好在姐的自制力强 关键时候 忍住了 然后呢 你就逃脱了魔爪 你依然是清白的小白脸呀 说着拍拍巴掌 值得庆贺 顾青行的嘴角 抽了一下 然后又抽了一下 这都是 这都是什么跟什么样 怎么说的他自己 就跟那十恶不赦似的 那么现在 咱们依然是十分清白的 持身关系 杨儿心伸手 拍拍顾青行的肩膀 所以啊 接下来 我就要开始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争取让自己做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顾青行心里 翻了个白眼 伸手一把握住了杨如新 放在他肩膀上的手 星儿 下次如果 如果你真的想要 可以 不用忍他 说着 那张俊脸竟然 又微微地红了一下 啊 杨如新忽然抬头 挣大了眼睛 你说什么 甚至因为震惊 都没察觉到 自己的手 被对方给握住了 我 顾青行 也有些不好意思 但是 却又不想浪费这个机会 只能咽了一口唾沫 嗓音 略带沙哑 我说 我愿意让你蹂躏 我的腿 虽然不好 但是 呃 那个 没问题的 哼了一下 杨如新觉得自己的脸着火了 心跳乱了节奏 一时间有些不知道怎么办了 她 她 她竟然 那个 你再说一遍 杨如新急忙抬手 拍拍自己的脸 也无意识地将手 从对方的手里抽了出来 我一定是幻听了 我必须要再确认一下 如果真的 那我得琢磨一下 我是立马扑过去呢 还是故作坚持一下呢 好吧 我承认我骨子里 有色女的气质 没了肢体的接触 顾清衡的大脑 很快清明了起来 她有些后悔 刚才的梦朗 起码装作淡定的笑笑 说什么 就你刚才说的话 你 我刚才 顾清衡清了一下嗓子 我刚才说 咱们该学习了 赶紧 开始了 姚儿新顿时皱眉 死死地盯着 眼前这个男人 最后 那胡乱蹦得的小心脏 也平静了下来 难道刚才 我真的是惯听了 不可能啊 我还没有七老八十呢 随即瞪大了眼睛 看着顾清衡 姓顾的 你别装傻 你刚才说的话 你敢不敢再重复一遍 我忘了我刚才 说了什么了 顾清衡放在膝盖上的手 握起来又松开 松开又握起来 这丫头每次说话 都要离我这么紧 这是考验我的定力呢 要不 你提醒一下我 你 杨如心语色 既然你也忘了 那么 顾清衡淡淡地笑 现在开始学习 说着伸手将旁边 桌子上的三字巾 拿了起来 先跟我念一遍 人之初 杨如心做了一个深呼吸 冲着顾清衡 做了个鬼脸 然后略带失望地点点头 好吧 算你狠 然后开始跟着念 人之初 性本善 一直在门外偷看的顾炎 却是松了一口气 他发现 刚才这个女人盯着大哥的眼神 有点像杨百合之前盯着八王爷的样子 真是太吓人了 现在好了 大哥终于安全了 既然两个人都平静了下来 那么接下来的教书时间 按理说应该变得十分的温馨才对 但是杨如心却发现 自己根本就静不下心来 眼前晃着顾清衡的俊脸 脑子里回荡着刚才 他那因为隐忍 而略显沙哑的声音 至于对方念书念了什么 就根本听不进去 其中精神 顾清衡突然出手 很准确地敲了一下 杨如心的脑袋 杨如心吓了一跳 委屈地抬手摸摸脑袋 然后忽然站了起来 顾清衡 我必须要问你个问题 否则我根本就学不进去 顾清衡微微地挑眉 然后点点头 我想问你 杨如心咬了一下嘴唇 你 你 你是不是 喜欢我呀 他不是一个矫情的人 觉得有事 就一定要说出来 否则 万一错过了机会 可怎么办 虽然他前世 没有结过婚 但是却也喜欢过人 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就掉下水道里 成了杨大妞了 之前都是带着玩笑的心态 在说笑的 但是此刻 他忽然就想 问明白了 郭清衡的脸 又不可遏止地红了 怎么问这个 因为 因为 我觉得你喜欢我 杨如心挑眉 要不然 为什么每次跟我说话 你都会脸红 难道 不是因为害羞吗 我 郭清衡真的尴尬了 你说呀 杨如心问出来之后 就决定 要得到答案 心里很是期待 同时 也有些紧张 我 郭清衡微微地 叹息了一声 我的确喜欢你 就跟喜欢 顾炎一样 顾 顾炎 杨儿心皱眉 你将我跟顾炎放一起 郭清衡微微低着头 不说话 其实 他心里多想 将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之前借着玩笑的氛围 他表白了 但是此时真的很认真的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又胆怯了 因为 他现在这个样子 实在是 不想拖累他 如果 到须子前辈 来给他检查过之后 哪怕说 他有一半康复的希望 他也会表白的 但是现在 心里愧他了一声 唉 还是再等等吧 杨儿心插腰 看着眼前的男人 良久终于叹口气 好吧 那 顾清衡犹豫了一下 那你 喜欢我吗 问出来之后 就觉得心脏 骤然的 狂跳了起来 本集播送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蜡蜥山里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